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有三個圖 這上面的話有什麼呢? 有這個正方形 三角形 跟這個圓形 還有梯形 那麼它要你用這三個圖 判斷這四個物品 它的重量關係 重量的大小關係 首先我們看 這裡有一個圓一個圓一個圓 所以抵消 所以這個代表正方形比三角形重 第一個圖代表正方形比三角形重 第二個圖呢 這裡有個梯形有梯形消掉 所以這三角形比圓形重 然後再來看這個 這個是一個圓形 加上多少呢? 一個三角形 比什麼呢? 比一個正方形加一個梯形重 好,那我們曉得 這個 它的話 比它重 這個是最重 這個都比這兩個重 所以這個的話 它一定都比這兩個輕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呢 它加起來不會比它輕 就是假如 如果它比它重的話 那因為它又比它重 所以一定過來 或是說如果它比它重的話 那它也比它重 所以要過來 所以它一定比這兩個輕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才會比什麼呢? 比這兩個加起來重 因為這個最重 最重 最重的東西的話 加一個東西的話呢 既然比這兩個東西加起來輕的話 代表這個東西是最輕 也就是說 這個還比它輕 所以這個大也多啥呢? 提醒 所以它的排列是這個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要選哪一個? 應該要選C